姐妹们好呀,今天的羊充满了火力,感觉一口气写三篇文章毫无压力,好了,我们开始说正经的,跟大家搞搞我,羊最近被寒雪重新圈粉了,为啥说是重新圈粉呢? 以前的时候大家一提起寒雪,一般想到的都是她家境好,讨论的是她平常出席活动佩戴,都是接近两千万的手表,和两千万的戒指,虽然她是演员身份出生,但一直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,春晚到世上了很多次,所以大家也把它划分在花瓶的行列,和以前的景田并驾齐驱,但是呢,今年的寒雪就像开窍了一样。 真的很不一样,如果说她之前在娱乐圈,只是玩俏性质的演演戏,今年的她就是火力全开的老模没错了,这不完全统计,从今年年初到现在,一共是个月的时间,哈雪一共参加了16个综艺节目,而且硬生生通过这些综艺节目,在娱乐圈杀出一条血路,瞧几个典型的说好。 年初她在生林奇境里一人分尸两脚,全程用英文给海绵宝宝配音,肯定把大家震撼到了吧,特别是那段长枯简直战班,还有一人分尸八脚的头脑特工对于各种无缝连接,感觉她憋一口气,能不停的说五分钟的话,听得王源目瞪口呆, 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她的路人粉,网友对她的评价也是疯狂打电话那种,之后她又参加了女人有话说,在节目里精致频发,各种表现让杨恨不得给她打个标签,叫人声响到韩老师。 关于友情,爱情如果想要长久,最重要的是共同进步的理论也是很棒,而且韩雪就是自律和善金本人,本来女明星在娱乐圈想混得开,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颜值,所以大部分女性只会琢磨自己的颜值。 但是韩雪并不只是这样,在节目中有一个片段杨印象很深刻,谢依林和西孟阳在韩雪家住,韩雪五分钟就把妆化好了,然后她一联盟,别的看着西孟阳展示金色口红补在嘴唇中间,可以让嘴唇显得嘟嘟的这个技能,很显然化妆并不是她的强项,但是整个过程,她就一直在旁边,像个好奇宝宝一样问东问西, 为什么阴影打赛正,还有什么其他技巧,然后呢,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,但是能看出她就算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,也一直保持了一颗好奇心,对比西孟阳说,妄装和打扮,自己是兴趣爱好,听到机器人或者天魔就会死,简直是两个状态,然后重点说,以下她和西孟阳超精彩的一次battle 西孟阳说到机器人之后寒雪一下就来劲了,两眼放光的说自己的兴趣爱好,就是研究各种新技术电子设备,有什么新科技的东西出来,一定会买来研究一下, 就算以后不用,放在那也是安心的,注意看西孟阳的表情,之后西孟阳就接话说,自己绝对不会浪费这个钱,寒雪,可能是不赞同西孟阳认为买电子是被是浪费钱,所以反驳她,买衣服不浪费钱吗? 接下来西孟阳就用一脸在震碎三观的表情说,买衣服可以穿啊,而且穿衣服的频率,一定比打开游戏机的频率高,就轮到了寒雪的回合,她接下来这段话就超重扬,她说,如果没有早期的使用者做贡献,产品怎么能进步,科技会被淘汰,西孟阳反驳,科技会被淘汰,但衣服会在那儿。 寒雪就很认真的说,只有科技的进步,才能最终改变人类的进步,她简直就是在发光好吗? 好了,杨丹方面宣布这场戴头寒雪获胜,两个人的思维简直就是两个级别,除此之外,以前寒雪上金星秀的时候说过自己在娱乐圈有三个准则,一,不拍吻戏,二,不把自己当圈内人,三,不和圈内人谈恋爱, 这个梗被好多人朝等,说,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工具,这次在女人有话说,李她就专门解释了一下,后面两条是对的,但是不拍吻戏的原因是很多吻戏,都是被insider剧情力为观众眼球的,根本连演员自己都打动不了,当然就会拒绝了。 但是,如果有可以说服自己的剧本,那也是会演的,如果是一个演技不好的人说这种话,杨可能会给他翻360个白眼,但是寒雪的演技也很厉害呀。 前几天他参加了《我就是演员》,有一段即兴表演简直值得爆夸,表演的题目是徐征临时出的。 像寒雪、李淳、李千一只演自己的孩子走丢之后,在派出所等待孩子消息的场景,寒雪全程的台词就只有四个字, 但是演技完全炸中之炸,各路网人有一个很真情实感的夸他,仔细想想,寒雪这么有钱,有健妇还这么努力,真的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偶像了。 好吧,杨再也不摸鱼了,文章最后出于私心,杨想再爆夸一下寒雪带眼睛的造型,总共气质都要预出屏幕了,AT十足,点评。